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座各位 我們先大家鼓掌 謝謝待會兒的三位智者 司董事長的《新時代新王道》的第十五頁 說如果西方的企業管理模式是一種方法 王道就是東方新法與西方方法的雙榮之道 這個世界需要一個讓所有人能共創價值的新商道 所以我認為這句話很重要 就是東方新法跟西方方法 來跟各位解釋西方方法是什麼意思 那我就從我熟悉的東西來講 這個是一個叫做Jackson Pollock 是一位很有名的畫家 大概在1960年代非常非常有名 西方的方法 他在做畫的時候是這樣子 請各位看 他畫出來的畫是這樣子 左邊那一張是很長的一張畫的全部 右邊我們放大看到的是局部 你可以看到西方的方法是滿局 是抽象的 是筆觸的 所以書裡頭特別要談到西方是可以用抽象的系統去思考事情 特別把這個筆觸提出來 那東方的新法是什麼 東方的新法八大三人 就是這位他自己畫的 那麼他的東方新法 我們可以看到他畫的東西在左邊 那個時候西方的文化還沒有進到中國去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子 留白很多很多的白 血液 我們看得出來是鳥 可是那個葉子 如果你只看葉子 其實你不知道他畫葉子 血液比墨 這個墨很要緊 因為它是會渲染的 所以什麼叫做雙蓉之道 請各位看 張大謙先生 張大謙先生左邊的這張畫 如果您放大來看 不看右邊的這個人物的話 您大概覺得他像Jackson Pollock的話 基本上他是抽象 可是因為他把這兩者都加起來 滿局 抽象 筆觸 留白 血液 筆墨 整個流起來以後 它產生一個新的東西 這個新的東西就變成是一個融合的東西 那這一本書我想看了以後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也許我們可以比較理解 張大謙最早最早的時候畫 是左邊那樣子 因為他臨摹的是敦煌 所以他從這樣子的畫 跑到最後變成東方到融合 這中間加了我們可以看到趙無極先生的畫 把左邊的那一張 中間的那一張合起來 大概很像張大謙先生的這一張畫 所以我用這樣子的概念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視覺來體會一下 待會兒我們三位志者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事情 所以謝謝大家